靠腰 哈哈 Welcome back to The Sims 啊 The Sims 4 回来了 靠腰你在哪里 目前在上班 要的老板 可能不会喜欢他 本天个月 你确定他要这么做 让他上班 Welcome back guys OK他回来 他想着他老婆 所以去找他老婆先 不是老婆啦 女朋友啦 还没结婚 哇他一来自己吃东西先咯 我四头 在热恋起 当然是要和潘小姐去约会嘛 去外面看电影啊 吃饭这样子 潘小姐的样子好像很不开心这样的 是耶 怎样哄女孩子 怎么他的感情线会 会扣的 吵架了吵架了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冷静点先 他干嘛 潘小姐 你要去哪里 靠腰还 靠腰还在发呆丢了心 Oh my god 靠腰真的很不天 你看他的头 90度了还要 What the heck 就 情侣吵架很正常的 吵架之后再好回啊 你的感情会更硬加的深 这是必须经过的阶段来的 给他做他自己要做的东西先 再打给潘小姐 要保持联络一下子的 女生呢 5分钟没有回信 或者是没有找他 就胡思乱想了的 我可能是我逃班是吗 我敲班 所以他觉得我不稳重 会不会是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 跟他搞一搞先 互动啊 摸来摸去啊 给他感情好一点先 哈哈哈 你叫人家乱女子睡觉 你这个靠腰真的是蛮靠腰 Oh my god 我要给他气死了 他又走 What the fuck 情侣之间 不可以一直 好像 做情侣的东西 真的真的 偶尔要做下朋友 这样子 才会 比较有新鲜感 新鲜感下去 热下去 你呀 生他呢 呗 他叫他来讲一句话就走了 生活艰难耶 我看到靠腰也是有点伤心 他想自己看书本 过后一定会有东西的 一定会有状况出现 过后他又看不了书本 他要睡我觉 他又睡不到这样的 What the fuck 提早下班 打扰了他跟其他男友 我 有道理哦 毕竟 胖小姐是很容易得手的 哈哈哈 有道理 代表他心 还没稳定下来 因为他是青年嘛 青年就是 你懂的咯 on了咯 一直还没完够 你懂吗 谈恋爱第二天 就好像过了这个日戀期一样 惨咯 潘小姐知道你给人家戴绿帽 潘小姐现在想给你戴绿帽 戴啦 The Sims的睡眠时间呢 我觉得是半月两三点 难道 两三点才是人类 最佳睡眠时间 这样子我太早睡了 其实他跟其他一个配偶套好了 要抢KY的财产 我的观众哦 跟你们讲哦 看太多台湾八点档 好像港剧这样 你懂吗 港剧也是这样 总是电视剧都是这样的剧情的 只是八点档 演员那个表情会200% 这个是谁 我都不懂 我有跟他见过面 这个很有印象 这个是好兄弟 如果你不懂 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停下这个视频 看第一集 第二集再到回来 喜欢的话记得Like 他起床 他几点睡 他一点睡 五点半夜就起床 他睡四个小时 原来年轻人是不用睡这样多的 这样我应该不用睡了 那张床好印 简直像水 哈哈哈哈 哦 盼蝎蝎打呢 盼蝎蝎要过来聚一聚 他现在升职的这个 十二点上半 晚上 九点下半 过后 他在门口啊 哈哈哈哈 这样是活该咯 戴绿帽是不是 他还是不开心耶 会不会是 原来他想做爱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原来盼小姐想做爱 哎哟 我太单纯了 哎 看下他做完爱哦 他是不是很开心 他一直愁眉苦脸 你懂吗 一座爱立刻满那类的红线 哎哟 亲亲亲 他的 他应该ok了吧 他的红线是满的 我觉得我未够 盼小姐他有吃够东西 吃够了 哈哈哈哈 现在等靠要上班 他的样子你看 他不够耶 我觉得他一天要五次哦 哇三百多块 okok回去回去洗澡洗澡 去洗澡先 臭到要命 我都不想按你 你懂吗 快点去 在The Sims 4里面 一千五百块 可以结婚吗 我又犯了一个错误了 各位观众 我觉得我应该常找潘小姐 不是潘小姐主动来找我 Holy fuck Holy fuck Man 流电了喂 What the fuck 替换一巴巴 上次我记得我答应过 我要买电视 两百多两百多 一千四百多 可是买了没有地方放 放地上啊 广东话叫吉多 你懂吗 我不要先 我约潘小姐了 忘记了 约她出来 刚下班洗澡 当然是要做爱 不是 早上做的 啊再做啦再做 你还行 家来两点半 要来我家做爱 潘小姐不过来哦 潘小姐不过来 就继续睡了 不要理了 啊 来来来 啊 用保险见面 不用讲 我在你的旁边 你没有看到 你还敲门 是不是太帅了 帅到不像靠谣 我要跟她有约会的东西 靠谣哦 她突然间就上班了 那边我是最堵懒的 突然间转身上班了 潘小姐就 我决定了 清婚之后去上班 上班回来约会 靠谣的工作 一个小时后开始 因为我要上班的关系 我们要很理性 跟她解释 我要上班赚钱 不然呢 过不到人生 你懂吗 我们有选项去上班的吧 没有啦 The Sims哦 人类不会选择性去上班 人类是被逼性 已经上班了 我觉得要买电视了 买电视 不理了 看一下我们家的颜色 OKOKOK 哪一个比较称呢 这个这个几多钱 这个 这个200块 200块 这个好像很fancy哦 放这里 过后我们看电视 电视我买得起哪一个 OK我买了电视 OMG我的财产 剩下111块 还有为什么房间 那么暗的 邀请过夜 今晚在我的加税 电视要怎样启动 是不是要搭电线 那么真实没有 蛤 要缴电费啊 缴电费哪里缴 真的是没有缴电费 没有电啊 怎样缴这个 收信 OMG 付账单啊 我付不起啊 我收信先 我要去做工 惨咯 我们环保 OK 阅读 确定确定 去去去去去去 家里没有电没有生活 你知道吗 出去外面酒吧 潘小姐打给我又要去酒吧 各位观众 ON了 多一点离开家里啊 点饮料 OMG 没有钱哦 剩下百六块 电费还没有缴 电水费都没有缴 我的电已经是 给人家剪了 所以我喝白开水 来我们去酒吧喝白开水 来我们去酒吧喝白开水 Come on 友善的介绍嘛 靠谣是一个好人来的 OMG 潘小姐 你可以进来吗 她想她朋友了 她想姐妹了 她想 跟她的姐妹投诉 关于 靠谣的坏习惯 穷 来来来 靠谣你看她的batten 你看她的batten 这个靠谣 我真的不懂 我盘小姐喜欢她什么 四百多块 交你的费咯 交你的电费 交 人生艰难 她也就是做太空人的清洁工 有电了 看电视 不断转频道 看看看看看看这个 她又头抖抖 怎么 她又不开心的样子咧 很难很难明白女生 啊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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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去工作 跟她讲一声东西先 她立刻上班了 very nice 这个靠谣 我要靠谣跟她议会多一次 才结婚 才求婚 sorry 求婚跟结婚是有一段路的 你知道吗 没有讲立刻来立刻做的 OK 我们看一下靠谣在干嘛 前她上去那边 我们去 点饮料 请大家喝啦 原来是请大家喝 哇 这里好贵哦 24块一杯 我觉得她那个邀请大家喝东西是在场所有人 所以我死都不敢按 我看一下这个女的 哎 跟这个调情先 这个是刘宜君吗 是哦 原来刘宜君在这里上班 那么的巧哦 浪漫 我现在跟她调情啊 在判消息面前 跟她调 哎呦 她很 oh my god 判消息生气了 我猜她们前跟刘宜君调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不用客气了这些东西啊 要大便小便 大闹顺畅 当然 就是要来这种地方 哈哈 哦 也会失败 我觉得我是有责任要向她求婚啊 是不是观众们 等我睡醒一觉先 睡醒的时候才跟她求婚 现在我的经历哦 零 还可以做爱 各位观众 看到吗 年轻人 没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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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给她吃饭菜啦 再去和她吃饭 一再 哇 还要死啊 我觉得我要弄死靠腰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oh my god 我忘记了有上班这件事 她老板不会打给她 是不是 哦星期六啦 星期六星期六不用上班 换件衣服先 规划装扮 走入方式 这样子走 哇 很有自信 太像 娘娘抢的 这个更加娘 我比较妹的 这个 哈哈哈哈 还在你走路两边 啊 okokok 过后 下半身 为了不要看到这样老叻 我就把她的胡须 诶 但是刚刚那个胡缝咯 what the fuck 不要有胡须 可是刚刚还没有胡须咯 好像屁孩耶 OK 就这样了 换一换衣服了 这个就是我们 新的靠腰 style OK Let's go OK 靠腰你干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己一个人在厕所 都有这样的习惯了 这应该something long了 something long 你懂吗 ok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 我要结婚了 这个房间呢 我觉得卖掉它先 900多块来 潘小姐我们结婚 ok浪漫 结婚 ok 啊拍下去 代表要结婚了 我觉得 像她结婚 nice 它是 上面 So 你看他的手 你看他的手 它还戴着他全副的戒指 呵呵 我们把人了 哈哈 你看他走路的方式 哈哈哈 Mmmm OK 既然没有四座 我们约这个出来先 顺便嘛 潘小姐回去了 我们再加工鞋 刚好呦 换了一身的打扮 染了一些颜色 算是整容啦 AKA刘怡君来了 各位期待的剧情 邀请进入 刘怡君进来 刘小姐进来 我的空气断了 丢了 OK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先 喜欢的话 有一个like PS like 是给你喜爱的youtuber一个推动力 必须评 想看到更多的C4 记得留言跟我讲 还没有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 订阅之后按键那个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就可以成为第一批的观众 谢谢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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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